安慕西2022 中国好声音总决赛 中国好声音总决赛 在内于综艺领域 中国好声音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热门话题 这荡英宗不仅让浙江卫视打了个翻身仗 也为华语乐坛输送了一大批优质歌手 梁博 周深 吉克俊逸 金志文 张碧晨 单依纯等人 也称起了好声音这块金字招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好声音这个IP的口碑和影响力不断下滑 围绕赛制 导师 学员 比赛结果的争议声越来越大 节目造型能力越来越弱 内容也变得乏善可陈 在外界的质疑声中 中国好声音走过了11个年头 马上迎来第12季节目的上线 非常遗憾的是 中国好声音2023导师阵容公布后就草点满满 很显然 周华健 薛之谦 潘伟博 刘宪华组成的导师阵容 难以让大众满意 阵容咖位参差不起 周杰伦 李健 奈英 刘欢等王牌导师全都缺席 节目也没有能震得住场子的嘉宾 中国好声音节目组也想扭转颓势 本季节目增加了唱跳赛道 全国海选活动也搞得风生水起 尴尬的是 读舌评审柯一鸣重出江湖 他不仅出现在中国好声音海选总决赛现场 还强制要求网红李炮拜他为师 整个舆论一片哗然 中国好声音2023再次成了重视之地 中国好声音2023将于7月7月14日起 每周五晚与观众见面 节目组在前期也大量进行宣传造势 7月12日 中国好声音上线12年以来的第一首主题曲《滚烫的我》正式上线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首主题曲由中国好声音2019年度亚军斯丹曼粗作词 作曲 歌词温暖走心 旋律也是满满的正能量 斯丹曼粗是那音小二班成员之一 当年比赛期间也深受那音喜爱 拿下好声音年度亚军后 斯丹曼粗开始转型当音乐人 但是节目结束后演艺事业发展得并不是很顺利 很快成了路人 自己的爱图为《中国好声音2023》创作了主题曲 作为导师的那音也很骄傲和自豪 亲自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主题曲 也为自己的学生和节目在线打扣 但除了导师那音外 其他导师并没有转发这首主题曲 虽然那音一直被吐槽是《中国好声音》的钉子户 但是少了那音的好声音 确实少了很多的话题和热度 内音本人也是非常聪明的 选择在恰当的时机及时退出导师行列 不再趟这一趟浑水 也算让自己全身而退了 《中国好声音2023》主题曲《滚烫的我》 时长4分42秒 包括《五颗月》、梁玉莹、王洪浩、张磊、潘红 《弹增泥马》、谭轩元、邢寒铭、斯丹曼醋 扎西平措在内的十位好声音优秀学员参与演唱 《中国好声音》在主题曲选人方面也藏着巧思 十位学员一直以来都与浙江卫视保持了不错的合作关系 其中包括六位冠军、一位亚军、两位继军和一位八强学员 六位冠军分别是《中国好声音2022》总冠军梁玉莹 《中国好声音2021》总冠军五颗月 《中国好声音2019年度总冠军邢寒铭》 《中国好声音2018年度总冠军弹增泥马》 《中国好声音2017年度总冠军扎西平措》 《中国好声音2015年度总冠军张磊》 六位冠军有一个共同特质 那就是初到级巅峰 虽然他们都拿下了年度总冠军 但是夺冠后个人事业发展并不是顺风顺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冠军光环逐渐消失 有些人甚至变成了素人 《中国好声音》至今开播十一季 共诞生了十一位总冠军 六位冠军学员参与了主题曲的演唱 还有五人缺席 分别是梁博、李奇、张碧晨、蒋敦豪和单依纯 十一位冠军中 梁博、张碧晨、单依纯三人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节目结束后一步一个脚印 都有好出品加持 名气也不断提升 虽然三个人都出现在主题曲MV中 但他们全都缺席了主题曲的录制 除了梁博、张碧晨、单依纯外 周深、吉克俊逸、金志文、袁亚维、西林纳一 高等热门成员都没有现唱主题曲 这也从侧面说明 这些优秀的学员如今已经和好声音 其他学员彻底拉开了差距 李奇、蒋敦豪在中国好声音 节目结束后也获得了不少的综艺资源 李奇参加了芒果大热综艺深入人心 蒋敦豪参加了男团选秀节目 创造营2021 但两个人都差了一点点运气 都没能掀起太多的水滑 人气始终没有得到质的提升 除了六位冠军成员 中国好声音2021年度八强学员王洪浩 中国好声音2020年度继军攀红 中国好声音2019年度亚军斯丹曼簇 中国好声音2015年度继军谭轩源 也参与了主题曲的录制 上述四位成员的嗓音条件都不错 只可惜平台带来的加持并不多 中国好声音节目结束后 也没能借势崛起 逐渐被一批又一批的学员淹没 对比一下张小棠 周飞哥 他们缺的是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 中国好声音2023开播在即 但是关于节目的争议从未有间断过 节目组想要逆转口碑 除了赛制玩法上需要升级外 最关键的是给学员公平 公正 公开的竞争环境 一切以声音和音乐为主 让真正优秀的学员发光发亮 柯一敏的出现已经给节目组敲响了警钟 以这样的形式博取关注并不可取 中国好声音的核心还是学员和音乐 再多的学头都是一时的 真正优秀的好苗子才是永恒的 不要让周飞哥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尊重学员才能真正获得观众的尊重和认可 近日 好声音节目组官宣了 今年好声音最新的导师阵容 这个消息引起了网友的惊讶 没想到 好声音居然还在继续 然而 歌手陈一迅在一档节目中 揭露了好声音节目组的黑幕 让人们对此感到疑惑 陈一迅在节目中爆料称 在录制好声音节目时 他发现有一个女孩在前一个月被淘汰 但在后一个月竟然再次出现演唱歌曲 更令人震惊的是 导演在女孩第二次登台演唱时 在耳机里喊陈一迅和那音转身 陈一迅和那音照做了 结果女孩成功晋级 这个消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并且引发了更多的爆料 有网友透露 好声音各地的参赛选手 需要先缴纳5万元的费用 而要获得导师转身 还需要再花费30万元 这些费用都是公开明码标价的 虽然这些费用看起来很高 但网友表示 这30万元的投资是值得的 因为好声音节目组 会给获得导师转身的歌手包装一个人设 并会在现场修音 让歌手在获得晋级后能够获得更多的知名度 有了这些知名度 歌手将来参加演出也能够将这笔投资赚回来 还有网友表示 好声音节目只有第一季是邀请制 当时节目组邀请了全国业内小有名气的歌手参赛 然而 节目爆火之后 节目组开始利用各种办法收割选手 结合网友的爆料 陈一炫所说的女孩二次登场成功晋级的事情似乎合乎逻辑 很有可能是因为她在第二次缴纳了费用 导演才会要求两位导师转身 除此之外 还有更多关于好声音节目组的骚操作备曝光 让网友们愤愤不平 有网友爆料杨坤明目张胆改分 淘汰了平安 这引起了网友的愤怒 还有网友指责奈英强行淘汰姚贝娜 激怒了姚贝娜并让她当场落泪 有传言称 这是因为姚贝娜无法签约新餐公司 而在参加好声音之前 她已经签约了其他经纪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姚贝娜后来因乳腺癌去世 好声音节目组也因此遭到了网友的痛斥 还有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是 黄潇云曾经参加好声音节目 演唱了一首All By Myself 却被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的赵大哥淘汰 这不仅仅是随意淘汰 更是对于那些 对他们没有太多利用价值的选手的不公平 此外 网友们还指出 好声音节目中 大家熟悉的说出你的故事环节 都是杜撰的 只是为了给歌手打造一个接地气的形象 节目中包装成在天桥上落魄唱歌的流浪歌手 实际上是个富二代 而节目中的美甲店老板 其实是齐琴公司旗下的签约歌手 曾经发过专辑 回顾一下 中国好声音第一季于2012年7月13日 在浙江卫视播出 距今已经过去了11年 然而 现在才被揭露出这些黑幕 让人们对好声音节目组的诚信 产生了怀疑 面对这些消息 网友们纷纷发问 在中国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 足球踢假球 彩跳出假球 好声音假转身 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假东西 这些质疑和怀疑 只能让人感到困惑 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无论如何 好声音节目组的种种操作 确实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质疑 希望这些质疑能够促使节目组反思和改进 为观众带来更真实 更公正的好声音 好声音 好声音 好声音